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的方程式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永儿 其实我们平时都会常常说化妆品 甚至乎我们美甲 其实贪美的女士们 有没有忽视过你的头发呢 其实为什么我头发又会开叉又黄又干 其实种种原因都是因为你头皮发生了问题 发生了一些警号甚至乎你都不知道的 如果你头皮不健康 那又怎么问有一把健康的售发呢 其实今天很高兴请到娜安士的周小姐 和我来讲解一下头发的健康护理 Hello 其实我想问一下 平时最多人忽略的头皮护理是什么呢 最多人忽略就是洗头的方法 通常人们就会认为自己洗好的头 其实就没洗好的头 为什么一个洗好的头呢 就是其实要淋湿一点头皮 之后洗头水应该起泡先来头皮肤 如果第一次洗头的时候 洗头水不太起泡 应该再洗多一次 但很多人就会忽略了以为第一次洗头 可以口口气气 洗了之后就算了 就认为洗好了头 但其实根本就洗不到头皮肤 而头皮有机会积聚化化学的物质 甚至会有些头皮痴出现 或者有掉发的问题出现 其实有时候洗头我会没有泡 我会觉得今天是干净 所以洗不了泡 我就下护发素 是不是不对的 当然了 而且你这么长把头发 你想想你这么长把头发 可能你的手指都未必插到头皮 你就已经是当自己洗了头 你想想你头皮肤应该是很骯髒的 是的 其实有时候我去沙罗洗头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小姐你的头痠不痠 我会说痠痠痠 他就会起势地拼我 很大力地拼 其实拼到我痛的时候 就会说不好意思 停一停 其实洗头我应该用指甲 起势地拼到我的头痛为止 才为止洗到头皮呢 其实你应该用指肉 就是我们手指头这个肉 你就要揷在头皮肤 不断打圈去揷 因为头发生长的时候 它是左腰有胶可以生长的 只要喷如果揷 就不应该用指甲 因为指甲是会贵到有菌 因为你 Day-endo刷到头皮 暖身的话 就会有那些肌肉腊 这一些痛心出现 可能有痕痕 如果头皮炎严重的话 可能会到医院去看医院 那我应该势力点 不要让头发写上 很势力地慢慢拼 还是应该用什么力度 力度 小的地方把银腻 你打到头皮 你又不用太大力 你覺得擦到就可以了 你平時洗臉會不會覺得 平時洗腦力也不要太大力 適中 適中 不要太大力 其實我平時省一點 我只是適量的洗頭水 只是洗頭皮 不洗外面這些是否可以的理由 那也不行 你整個頭髮都要洗 正常來說 頭皮和頭髮都要洗 不過很多時候 人們就誤會了 只是洗頭髮 因為頭髮看上去 你想造型漂亮 想髮質好 你就打算擦一下頭髮 但其實頭皮也很重要 如果你不在頭皮做起 其實你就不會有漂亮的頭髮 洗完頭髮 通常我都會用護髮素 其實有時候有些 我用不需要護髮素 真的很滋潤 我就揉在頭皮上 其實合不合 其實一般的護髮素 我們都不建議落頭皮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的護髮素 多數都有一些化學成分 如果化學成分 如果積穿在頭皮上 其實是不能洗走的 你想想 護髮素 是可以令到頭髮那麼滑 其實那些那麼滑的物質 也直接放在頭皮上 頭皮上 就會形成一些膠膜 這層膠膜是很難洗得走的 所以一般的護髮素 都不應該放在頭皮上 那不是應該更好嗎 有膠膜保護頭皮嗎 那些是化學物 越積越多的話 就會有些頭皮蝕出現 所以我們公司 譬如我們冷藏前的洗頭水護髮素 它本身都是一些天然產品 天然植物提煉出來的產品 它的護髮素 我們都叫做頭皮護理液 其實它是直接幫助我們的皮膚 給它營養 做法就像洗臉的原理 洗臉就是洗臉奶洗臉膏 洗臉膏 我們洗頭水洗完之後很乾淨 你洗臉之後也要塗一些霜霜 我們的洗頭水就像洗臉一樣 洗完臉之後也要塗霜霜 洗完頭之後也要塗霜霜 我們的護髮素 我剛才說 一般的護髮素是不能下頭皮的 而我們的護髮素 我們的護髮素 就是要下頭皮膚的 它是一個叫做頭皮的護理液 它塗霜霜的作用 舒緩我們的油脂分泌 補濕在頭皮上 即是 會不會這樣說 是化學物質較少些 或者是純天然的呢 我們是天然植物提煉出來的 所以可以直接去洗頭皮上 護髮素 叫做Scarp Therapy 即是頭皮的護理液 它很像霜霜的作用 除了敷在頭皮之外 其實可以塗在手上 都沒有問題 可以像手霜霜 我明白 因為沖水的時候 都可以不用沖得太乾淨 其實它也算是一個 像我們做Facial的面膜 就是敷在頭皮裡面 敷在頭皮上面 敷在頭皮上面 我明白了 平時我們的護髮素 多數都是支援頭髮 但你們的產品就是支援頭皮 沒錯 其實現在有沒有說什麼客人 其實我自己也有誤解 護髮素 我覺得保護我的頭髮 一定塗不在頭皮上 不要蝕 其實有沒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是一些錯誤的知識來的呢 都有的 尤其是女性 因為女士多數的護髮素 都會落頭皮 他們打算滋潤 但一般來說 都是不可以落頭皮 其實有時我頭髮 我會長一些 好像在頭皮上 暗瘡 其實那些是 因為我 下護髮素 太滋潤 所以要長頭瘡 還是因為什麼原因 通常你長在哪些位置 如果長在頭頂位 通常油脂分泌是比較厲害 你是不是不洗一天頭髮 之後第二天就會很黏 也不是 你也不會太黏 不是 但你的頭瘡是否在後枕位 是的 因為洗頭水不乾淨 洗水洗得不乾淨 洗頭水也不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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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位置特別容易生頭瘡 因為後面的位置 不會有油脂分泌 沒有皮脂線 因為我用的 標榜是純天然 有花提煉 什麼提煉 我認為是滋潤的 洗水乾淨 摸下乾淨就可以了 洗頭水要洗得乾淨 其實怎樣幫客人 保護他的頭皮 通常我們會先了解客人的需要 以及先看看他有什麼問題 他會做一個詳細的分析 用一個50倍的放大鏡 以及一個200倍的放大鏡 看看他的毛囊有什麼問題 看到他有什麼問題之後 便會選擇一個適合他的療程 給他做 上一次我們公司做了一個療程 我們幫他檢查之後 發覺你的頭皮有很多油脂 塞物 其實你本身不是很油的 不過也有少許油脂 油脂就像一粒粒 走米一樣 塞住了毛囊位 如果你太多油脂塞住的話 其實頭髮就會越長越幼 甚至乎可能有掉髮問題出現 我們就幫你做一個磨砂 清潔 然後再給予水分面膜 但頭髮越長越幼 不是一件好事嗎 頭髮一定是長得多才開心 因為你都不想 是越來越少頭髮的 因為男女也是 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可能頭髮都會越來越少 可能你現在年輕時 你見到頭髮這麼多 就不太想 那麼厚 很少難洗 但其實是 你有把健康的頭髮 你應該開心 其實有沒有什麼療程 可以幫助客人 或者每個不同的客人的需要 其實我們一般的療程 都很適合很多人做 就算沒有問題的人 都可以做到這些療程 就像做臉部 就像基本清潔 基本深層清潔護理 就像去美容院一樣 你去美容院會清黑頭 酒米 磨砂 按摩 敷水分面膜 而我們頭皮也是一樣 首先幫你做一些清潔 磨砂 將裡面的髒物 阻塞物 將它清除 令到空間位多一點 大一點 頭髮會長得粗壯一點 然後再做水分護理 水分護理主要是幫助你的 平衡油脂分泌 令到頭髮沒有那麼多 就不會有那麼多 阻塞物塞住 其實平時男的客人 會比較多 還是女的客人 會比較多 去你們的店 其實男女都差不多 因為現在 我想現今社會 對這個儀容 和外表都很重要 所以都差不多 都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有時候 如果我脫髮脫得多 有時候我洗頭 可能我的頭髮太長 可能十多條 可能會塞住去水分護理 其實 如何為之 脫髮脫得多 我可能脫兩條 不少少 不緊要 明天我脫十條 那我是不是要馬上去找你們 如果你長時期 都是脫超過 差不多有100條的話 那就是一個脫髮的問題 其實100條是一個很明顯的 是啊 但如果你說 你每天脫十多條 其實都是正常的 其實我頭髮沒有 有什麼大問題 平時去你們店舖 可能做普通清潔 或者深層一點的護理 就OK 如果嚴重一點 我開始脫髮 或者有些觀眾朋友 有脫髮的問題 那怎樣可以幫到他們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引入了一部儀器 那個儀器就是在加拿大引入的 那個儀器就是通過了 美國FDA認可了 還有在美國哈佛大學 醫學研究報告顯示了 這個機器也可以對我們的脫髮有幫助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個幫助呢 就是因為它利用了一個 即這部儀器 就是用了一個904的波長 904的波長紅肝 來刺激無狼細胞生長 而很多人有脫髮問題 他們做了這個儀器之後 在半年至九個月期間 已經開始有明顯的效果出現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有脫髮問題的人 可以試一下做我們這部Laser Laser 即是你剛才說的904 就像我們平時在臉部皮膚 刺激它根深 或者刺激我們皮膚 是否那隻Laser 我想跟臉部的Laser 會有些不同 因為以我所知 臉部Laser都會有些痛 例如做Laser 去斑、去皺紋 這些都會有些痛 而我們這部機器 這部儀器 就是不會痛的 它沒有傷害性 也沒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做完這個Laser之後 我需不需要 保持多少天 要用你們公司的產品 又或者要怎樣配合 才會有更加好的效果呢 我們建議一定會用我們的產品 始終我們的產品 都是一些天然植物提煉出來 起碼不會有那麼多的化學物質 而會阻塞我們的毛囊 其實它都會配合其他的 treatment 就像剛才所說的 就算沒有問題 你會做一些清潔護理 有問題的人更加要做一些清潔護理 它們的油脂分泌可能會有很多 而無狼也會被阻塞物塞住 所以它更加要清潔 清潔之後 我們就會照這部Laser機 其實我們因為頭油分泌過多 所以會引致很多不同的問題 其實有沒有一些客人 沒有什麼頭油 甚至乎很乾 而引致到有什麼問題產生了 這些情況都有 例如它會有頭皮蝕 因為太乾的時候 就等於皮膚乾燥 你這麼乾燥 你的皮膚可能會有很多 飛起頭皮蝕 一撥 好像下雪一樣 那些就要做一些磨砂 或者是一個叫Jet Pute 就是用一些生物鹽水 去幫你去除死皮和頭皮蝕 那其實男士通常會遇到 什麼頭髮問題居多 通常男士就會 頭油分泌過多 毛狼是被油脂座生物塞住多些 而女士就會 很多時候因為電染比較多 即他們如果做得太多電染 那些化學物物質就會 積聚在頭皮上面 形成了會有電髮這個問題 那其實有沒有什麼例子 或者什麼客人來過你們 是特別難忘的呢 我想有個最難忘 就是一個 他本身患了有癌症的 他就做過化療 他就脫掉了 全部頭髮都沒有了 後來他來到我們做出紋 我們也有幫他做出紋 他現在都長得 雖然不是像以前那樣 但起碼都長了很多頭髮 那他這個療程 做了多久 就是這樣的效果呢 其實療程效果 是因人而異的 不能說是多久做到 而這個客人 但是做了九個月 就開始見到毛毛了 那些毛毛其實是很幼 還是不是健康的毛毛呢 其實開頭生的頭髮仔 都是毛毛來的 都是健康的 其實如果我 其實我頭髮本身沒有問題 但我嫌我頭髮不夠多 我要他多長一點頭髮 我又可不可以去找你們呢 可以 如果本身你長的頭髮不夠多 你應該說 你長的頭髮本身是這麼少 還是你以前很多 你現在少了 不是的 你只不過想再多一點 對 我要再多一點 比現在多一輩 其實毛毛是有多少就多少 這些就是天生的 譬如你本身是一千條頭髮 就是一千條頭髮 就不會變成二千條 但如果你的頭髮本身是粗的 但現在變幼了 但你就可以找我們去做一些療程 去改善 令頭髮可以變粗的 即是我現在有這麼多頭髮 我要多一倍 我便不可以 對 這個便不可以了 那有沒有有什麼方法 加速頭髮生長 即我今天剪到這麼短 我明天要他留到這麼長 有沒有什麼 這當然沒可能 你這麼短頭髮 明天變這麼長 即是沒有這些護理 我們做護理可以慢慢 令他加速生長 對 而且頭髮會健康 因為主要我們都是由底層做起 令頭髮可以健康和漂亮 因為頭皮健康 你長頭髮出來也會健康 其實一個問題 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就是洗完頭 應不應該吹頭 有些朋友說你要吹頭 因為如果你不吹頭 你水份留在你的頭髮上面 就會令到你的鱗片飄起 就會鞋滑滑 然後我另一個朋友就說 你吹頭的話 你吹得多力 你的頭髮就會又黃又乾 究竟我吹頭好 還是不吹頭好 其實我們建議都是要吹頭 不過是用暖風去吹 吹的時候 吹髮根 養乾一點 而頭髮就不要太乾 因為剛才你有朋友說 那些頭髮吹得太乾的時候 它都會很乾乾 因為走掉了水份 而且你應該吹頭之前 是用一些保護器 去噴頭髮先 那些是一些護髮的產品 令到頭髮沒有那麼乾 是吹頭之前噴的 其實吹頭的話 我應該吹在頭皮上 還是吹在頭髮上 其實應該先吹頭皮 就是養乾的髮根位 再吹頭髮 不要吹得很乾 大約八成乾 八成乾就可以了 就留一點 八成乾嗎 那這樣會不會黏 之後會變黏 也不會的 其實八成都會很乾 因為很多時候你吹得太乾 你不僅是頭髮會乾 頭皮也會很乾 而且風不要那麼熱 你用暖的風去吹頭皮和頭髮 在吹頭之前噴一些保護器 有些保護器是水溶性的 不會傷害頭皮和頭髮 還會保護頭髮 它是模擬天然的頭髮 會保護髮質的包住輪臟表層 令到它不會直接傷害輪臟表層 如果我吹頭之前 已經噴了這些保護成分的東西 我吹完頭是否不用再塗任何東西 如果你把頭髮沒有開叉 已經很漂亮 其實都足夠了 如果你說真的很乾 你就塗一些髮尾油 那些都會有幫助 還有 其實為什麼會脫髮 我看到多數沒有頭髮 都是公公婆婆或男士 其實脫髮的原因是什麼 脫髮有很多種原因 以前的人可能年紀大才會脫髮 現在的人就慢慢趨向年輕化 可能20-30歲開始已經有脫髮問題 他們成因很多時候是因為遺傳 遺傳不是說他們爸爸有脫髮問題 或者媽媽有脫髮問題 他們本身都遺傳了他爸爸媽媽的體質 而他會對一種DHT的賀爾蒙是特別敏感的 哦 遺傳也有影響 是的 除了遺傳還有壓力 你想想現在都市人 每個都市人都很貧魄很辛苦 可能早上班 夜下班 壓力很大 壓力大的時候會令到油脂分泌很多 令到油脂分泌多的時候 也會被油脂阻塞著毛孔 所以要做清潔 還有要做多些運動 因為運動也可以幫助我們舒緩壓力 因為運動會產生一種叫安多芬的氾酪激素 其實我一直都說壓力 但因為好像看電影一樣 很生氣的 然後不斷挖頭髮 所以弄掉頭髮 原來是體內導致壓力 壓力大是體內的荷爾蒙導致脫頭髮 而不是我扯脫的 其實壓力是 因為壓力的荷爾蒙 會令到腎上腺皮質偏高 會令到頭油分泌很多 因為會令到頭油分泌多 而導致頭油塞著毛孔 所以會令到頭髮變得很大 應該會令到頭髮變得很大 應該會令到頭髮變得很大 除了壓力和遺傳 還有沒有什麼成癮 可能我吃辣的食物 或者甜的食物 會令到頭髮變得多 會令到頭髮變得很大 有什麼問題 如果油脂分泌旺盛 會令到頭髮變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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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脫髮變得很大 因為油脂分泌會堵塞著毛孔 所以頭髮變得很大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種問題的人 就不要吃那麼多 煎炸油膩的食物 這也有幫助 因為飲食習慣 一定要均衡一些 還有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因為都市人現在 一般人上班吃飯 可能都是吃街的食物 飯盒多 或者杯麵 飯盒多 這些食物 這些食物 他們罐頭裡的食物 都是化學的食物 有些假痴激素的物質 令到我們身體吸收 吃到這些物質的時候 就會脫髮 即是連食物 其實不多不少也會有關係 會有關係 食物 或者藥物的影響 如果你長期吃藥的人 都會 長期吃藥嗎 例如 減肥藥 你有沒有聽過減肥的人 減肥的人 可能會脫髮 這個我有聽過 也試過減肥藥 頭髮開始很乾很黃 然後我自己覺得少了 不知道是心理問題還是 事實是真的少了 因為藥物會攻擊我們的細胞 頭髮都是由細胞分裂出來 變成細胞弱了 頭髮就會容易脫掉 而且因為你減肥 你很多東西不吃 你吸收營養的能力也差了 當有營養的時候 你的身體 因為你要運作 你供應的營養 都去了你重要的地方 心肝皮肺腎 但可能頭髮是最遲先比 因為等於有病的人 他們的先兆 一有病又不舒服的時候 指甲又差 頭髮又會差 可能又會脫髮 其實這樣說 一個健康的人 通常都會有一把健康的頭髮 除了電和染之外 是的 除了這些 飲飲食食 或者是遺傳 壓力大 甚至是電染 導致脫髮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會令他脫了很多頭髮 環境 環境污染 這些環境 譬如我們經常吸收空氣不好 都會導致我們脫髮 人多 車多 好像這樣 空氣不好 有些人經常要飛 這類型的人 都會脫髮得比較嚴重 因為他們經常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溫度又會有些不同 有些差別 還有時差 可能去到晚上 相機又是晚上 可能睡不著 這些都會導致脫髮 其實 除了脫髮 有時候 我現在看到很多年輕人 我想大約二十多歲 很多白頭髮 其實關不關他的壓力大 還是他頭皮出現了什麼問題 如果他是 例如爸爸媽媽本身有很多白頭髮 應該是遺傳因素 遺傳到爸爸媽媽的體質 還有他們的黑色素細胞 是比較少 所以他們的白頭髮 特別年輕就會有 或者壓力很大的時候 細胞都會老化 壓力這麼大的時候 可能細胞都會老化 令白頭髮都會長得快些 聽說一下白頭髮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可能會有的 有時候有些人說 突然間有些刺激後 就會白了兩邊 還有白頭髮 通常都是兩邊 真的嗎 不要刺激我 我會怕 其實有沒有這麼嚇人 或者如果我有白頭髮 一條兩條 我明天有 我可不可以去找你 有沒有什麼療程可以立即幫助我 通常我們白頭髮的問題 我們就不會有什麼療程可以幫助我 不過如果他繼續做護理 其實是令到細胞 其實我們做護理 都是令到毛黃細胞健康的 有健康的細胞的時候 其實白頭髮應該不會這麼快 長得那麼密 那麼多 其實最重要都是 頭皮健康 還有人的身體要健康 沒錯 那麼其實 有沒有什麼小提示 可以隔一下電視機旁邊的觀眾 最重要是飲食均衡 睡眠質素要好些 還有洗頭方法要正確 用的產品 一定選一些適合自己用的產品 洗頭的水不要太熱 也不要太冷 用一些暖水便可以了 還有不要用指甲去拋頭 那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好多謝周小姐為我們講解了 這麼多詳細的頭皮護理知識 如果電視機旁邊的觀眾 對於頭皮護理有什麼疑問 又或者想知道更多的話 就可以登入以下的網址 www.nance.com.hk 又或者打以下的電話 28822374 就會有專人接聽你的電話 解答你的疑問 下集回來我們再見 了解答 MINGOVER 成功 MINGOVER TRAG